下面我们打开 诚信原则 第一个六分之一 诚信是什么 什么叫诚信 没有人不知道 就是诚实守信 对不对 是的 那么但是这个诚信会员 诚信原则 我要提要求了 要给你 二年的轻松过管一 我们在那个书的窄栏当中写了 所有会员 在所有的职业活动当中 你不管干什么 不管在哪个单位 你都要保持 你的正直诚实可信 这是先把诚信原则 给我们所有会员提出的要求 先开门见山 搞清楚 那什么是诚信 诚信是不得于 有问题的信息 发生关联 哪些情形 会导致他出问题 这个关联能不能消除 如果说 跟不可 不诚信的事实发生的关联 我出去了 应当出具的报告 那是不是违反 诚信呢 不属于 所以有五个小点 打开 诚信 没有人不懂 就是诚实守信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言行 和内心思想 我的天 内心思想 这是要修炼的 一个人的言行 和内心思想 对吧 一致 一个人的言行 和内心思想 一致 我的天 这个要求太高了 真的很高 你觉得呢 不虚假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职业活动当中 懂了吗 对 能够履行 与别人的约定 而取得对方的信任 那么 不得发生关联 如果你认为 这个业务报告 在你的职业活动 再说一遍 职业活动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 在你的职业活动当中 如果你认为 这个业务报告 或申报材料 沟通信件 和其他信息 其他方面的信息 存在 存在什么呢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是 缺乏根据的陈述 或者是 遗漏 或者是 有意的误导 含糊其识的信息 那你不得 与之发生关联 其实客观上 我们生活在 现实当中 那么 无论你是在 ABC事务所 无论你是在 一个单位 除非你没有职业 不是职业活动 看看 职业活动 不是职业 你就是宅在家里 你不上班 你是个自由职业者 你啥都不干 举例 比如说这个莉莉 她什么都不干 就在家 画画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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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对不对 她不参与 这个社会的职业 那我们就不讨论 好 只要你在职业活动中 遇到了这些信息 你呢 不能说 不能说 虚假记载 误导印诚数 你作为CICPA 学会的会员 你是有能力 看得见的 你不能说 没有虚假 你碰到这个信息 是虚假的 误导的 你不能说 没问题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 真的碰到了 跳动一下 如果真的碰到了 比如说我二狗子 我注意到了 有问题的信息 那么我 要采取措施 消除 怎么消除 比如说 举报 怎么消除 她要我出报告 我不出报告 她万一要我出报告 我就出 说这个信息有问题 接着就往下跳一下 我就出恰当的报告 你某某康 某某美公司 你的报表 利润有虚假 货币资金有虚假 我就出 否定意见的报告 那么 不被视为 不诚信 因为我说出了 皇帝没有穿衣服 对不对 皇帝没有穿衣服 我不能说 皇帝穿的衣服 我不能说 像那个皇帝的新章 皇帝身边的大臣说 为了讨好 这个皇帝就说 皇帝的衣服是 great 是不是 我们中学的时候 学了这篇课文 great wonderful magnificent 我们不能说 我们说 皇帝没有穿衣服 这个小孩子 就是很诚信 为什么呢 他发现了虚假的信息 他采取了什么措施 他采取了措施 他不说皇帝的衣服 是great beautiful wonderful magnificent 他没有说 他出去了什么 否定一件的报告 皇帝的新状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英文的课文 学过 这就是 这个小孩子 就 诚信 为什么呢 他遇到了 有问题的信息 但是呢 采取了措施 就消除了 消除了 那么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皇帝没穿衣服 皇帝没穿衣服 就是说虚假的 好 虚假的 当然这是开玩笑啊 虚假的 是就是说 信息存在什么 重大触报 虚假气质 误导性成熟 对不对 你没有穿衣服 大臣还是说 beautiful great magnificent wonderful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虚假的 好 重大风险的 比如说 有舞弊的行为的 重大困难的 哎 未解决的事项 这个重大的差异 未解决 我或者是 重大的意见分解 没解决 我就闭着眼睛 说解决了 都不可以 所以大家理解啊 理解这个问题 好 第二个 客观公正 客观公正 因为呢 老师想你 带着你 不断的就归纳 总结归纳 因为中处写办法 送分给你 还是有条件的 六个基本原则 你会背吗 每个基本原则 什么含义 然后呢 他们在使用的时候 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 除了独立性以外 其他的五个 基本原则 在所有会员 所有的职业活动中 比如说 你去骑个自行车 去骑行 你骑车 去锻炼的时候 那不是 那不是职业活动 对不对 所以职业活动中 应该保持客观公正 好 这是我 至于什么叫客观 什么叫公正 不是重点 我们归纳总结 这六个基本原则 分别是什么 在职业活动中 分别有什么要求 Yes 那么 如果 让我的客观公正 会失去 比如说二狗子 神机甲公司 二狗子的父亲 是甲公司的董事长 二狗子的哥哥是保安 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我就 不得提供 相关的专业服务 否则 我会失去客观性 会审害自己的判断 这个叫什么呢 情之所困 正常 对吧 为情所困 为钱所累 你赚钱是不是很累 你为情是不是很困惑 钱是什么 钱是money 情是什么 情是love 你以为世界还有什么 这就是基本的东西 对不对 是的 不展开 好 第三个 独立心 这个独立心呢 会在23章 全面展开 对 独立心是什么 是指不受外来力量的控制支配 按照一定之规形式 一定之规形式 但是大家注意 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在见证业务的时候 必须保持独立心 因为 见证业务有三方关系 如果 我不独立 我偏向A和偏向C 那就不是见证业务 对吧 是的 那么对于独立心的不利影响呢 请注意 有五种 五种的话 不着急 我们第三节还会展开 好 那么客户是A 存在什么什么什么 我可能很难取信于C 对不对 因为呢 我本来 A比C的B 省机A 但是呢 他导向了客户 那么C呢 你欺骗C 这个事情曝光以后 C就用脚来投票 把你们A和B 全部抛弃掉 对 这就是社会的规则 游戏规则 那我怎么办 我采取具体措施 整体层面和业务层面 从事务所层面 从团队层面 来坚持 无论在省机省约和其他见证业务 当中保持独立性 这个内容会在23章 23章 全面展开 一共有八节的内容来讨论 好 六分之四 专业甚至能力和勤勉 尽责 能力 我们说 要通过教育 培训职业实践 知识技能经验 去获取 还有 助手管理师的会员 无论是职业 还是非职业 CICPA 要求每年要参加后续教育 所以要保持 有的同学说 我6加1考过了 我到了事务所 或者我不到事务所 你只要拿了那个本本成为了一个会员 职业会员 非职业会员 每年至少学习多少个小时 对吧 你要保持这种能力 这个专业甚至能力和勤勉 尽责呢 不展开 它不是考试的重点 但是有一点会归纳总结 就是 六个基本原则 除了独立性以外 所有的会员 所有的 职业活动都要征守 对 只要你是会员 好 保密 保密呢 在这里提示一下 确保下级员工 以及住宅快递 是提供的建议和帮助 和帮助的人员 旅行保密 这是我们教材当中 一个比较偏的知识点 就是说保密的话 我们说 住宅快递只要保密 那么他的团队呢 对吧 还有呢 住宅快递是提供建议和帮助的人员呢 协助人员 外部专家 你说 我拼建的外部专家 是不是协助的 所有的 只要参与了这个项目的 都要保密 下级员工 包括助理 小材料 或者是实习生 对吧 所以 教材里说的文章章 确保下级员工 什么叫下级员工 就是我负责这个项目的 A住的管理师 我ABC事务所 承接了这个假公司 上市公司 假公司2021年的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 我们ABC事务所呢 委派二狗子 A住的管理师 负责这个项目 项目活活人 其实我们还委派了 B住的管理师 来负责这个质量 项目质量符合的实施 但是在我们这个A住的管理师负责的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有项目组 项目组里面呢 比如说有助理 有 有什么 住的管理师 还有实习生 还有利用专家的工作 甚至利用内省人员提供直接协助 那么我们都要 只要参与到的都要保密 而且是终身 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啊 特别注意 那么外部专家要不要保密呢 要 你要参与到这个项目 我外部专家 那他不会 他不会在路上跑来一个外部专家 外部专家也是我们拼请的呀 我们拼请的时候 是要给钱的呀 我们拼请的时候是有协议的呀 对不对 我有协议的 所以你要保密 但是呢 我们举例了以后 你可能还是可以理解 但是教材当中说的比较文周周 懂了吗 确保下级员工和助纣管理师 为助纣管理师提供 建议和帮助的人员 那是什么鬼人 对吧 比如说外部专家 实习生 助理 协助的人员 这个先入围主 先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好 那保密的信息 或者叫涉密信息 涉密信息 这个涉密信息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站在了你 作为CICPA协会的会员 你是专家了 因为你经过6加1的考试 经过千难万贤 9981烂 才拿到的这个证书 你的水平很高 你三下五除二 你就可以把这个 对实力单位的涉密信息 看明白 你有这个能力了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对你所在的事务所 工作单位内部的 生命信息要保密 比如说二狗子 曾经在事务所 后来去了这个客户 担任了董高特 他是专家 他经过9981烂 是不是 他到西天去经过的 你说他厉不厉害 厉害 那你对这个工作单位 你本来不是在事务所 你也要保密 他是所有的活动 不管你在哪里工作 那么还有呢 国家的信息 你要保密 这是公民的义务 你在职业活动中 或者涉及到国家的信息 你当然要保密 第三呢 请注意 你准备承接一个客户 结果没接 你准备到这个单位的工作 你去面试 最终你没去 你 这个信息也要保密 这要求是非常高 好 那么禁止什么呢 大家注意 除非 未经客户 未经客户就证明什么 我在右手 或者是你在工作单位 授权的情况下 你不得向 事务所工作单位以外的第三方 披露 这个要求是非常高 这个要求是非常高 对 这是你的职业道德的保密原则的要求 也好像也成为你的修养 对 第三 第二 不得利用 职业关系 无论你在事务所 还是在一个公司工作 为自己和他人牟利 这是我们职业道德 真的是非常高的要求 对 好 第三 不得在职业结束后 或者是利用和披露 比如说你退休以后也不可以 你一直把这些赦命的信息 要带到坟墓里去 对 那你说这些行为 我要保密 常常 另一个词叫不保密 叫泄密 无意 我也要提防 有意就不可以 我不是有意的 我是无意的 无意的 以无意的泄密 也要注意 向谁泄密呢 请大家注意 关系密切的商业伙伴 第二呢 身边的人 这个商业伙伴呢 你有往来 身边的人呢 打交道 你有机会 好 这个后面就有一个图 它是站在 这个助手快递室的角度 或者是 他是个合伙人 或者是 这个经理 一般 合伙人负责这个项目 比如说 CPA老王 或者是老王是活伙人 我们就关注 从理论上去分析 它的主要 尽情组是谁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生 生老王的父母 老王生的孩子 给他的配偶 知道吗 大家注意 再说一遍 CPA老王 给他手牵手的 这个配偶似的 老王 生老王的父母 老王和他的配偶 生的孩子 对 好 那么 近亲属的概念呢 就是刚才的 第七个考点 但是例外情况呢 就要注意了 就可能靠多选题 多选题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 有几个词 我想提醒大家 比如说允许 一般谈允许的 是这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允许 法律法规要求 两个词 还有呢 法律法规允许 对吧 法律法规允许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 接受 接受质量检查 因为这是一种强制的 好 那么允许要求 允许要求允许 一个接受检查 在这种情况下 我向第三方提供信息 提供信息的时候 又有两个层面 教大家 第一个 法律法规允许 但是 你在 十四章第二节 前 后 任 前后任 住宿货帮 是沟通 它是法律法规允许的 但是你要得到 客户的授权 如果说 在监管的环节 法律法规 如果在这个诉讼环节 法律法规允许你 为自己辩护 维护 那么 这个 被审理单位 不同意 你也可以 一和三 有点不同的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种就是说 你成为被告了 吃官司了 你为自己身边 对吧 这个时候客户同不同意 不存在问题了 但是如果不是 为自己 辩护 那么 比如说 前后任沟通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取得客户的授权 一和三的区别 但是第二呢 很清楚 就是说 这个监管机构来查 家公司 监管机构来查 什么康美公司 那你作为事务所 你呢 不管康美公司 同不同意 你都可以提供 这就叫监管机构 第四呢 就是我们 制度有安排 行业协会 包括什么呢 中处协 包括财政部 包括证监会 协会 或监管机构 包括审计署 来检查 因为你这个客户是央企 审计署是监督的 那么你审计这个央企的 这个报表 那么让这个审计署 来调查这些问题 你是应该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良好的职业行为 良好的职业行为 大家注意啊 就是说 避免发生任何可能 损害职业生育的行为 生育这个词 我们不陌生 我们此处不展开 那么不得有什么呢 夸大宣传 然后贬低 或无根据的 就比较 他人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修养啊 对 好 那敬亲署呢 就是把这个图搞清楚 大家一定要画这个图啊 你把眼睛闭上啊 我就是老王 我的父母 给我是主要敬亲署 我给我手牵手的 那个是配偶 然后一起生的孩子 其实就这五个人生啊 短暂几十年 其实跟我们 有密切关系的人 也是屈之可数的 对吧 这个图呢 应该是大家 还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但是还要注意啊 有的同学说 这个外公外婆 但是有的同学会说 那个岳父岳母 就是有的同学问到了啊 这个配偶 假定老王是 一个先生 他的配偶 当然是一个女士 配偶 肯定是个女士 对吧 女士呢 这个他的父母 也就是老王的岳父母 岳父岳母 对吧 岳父岳母 小舅子之类的 大家注意 我们审计里面呢 不考虑这个 所以我们在 出题的专家 在最近 多年出题的时候 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那么应该说在 比如说在 2010年以前 那 那真的是 除了岳父岳母 岳父岳母 还是挺重要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但是在国际趋同下的 职业道德 框架里面 这个不重要 对 希望大家注意 什么小舅子 小姨子 七大五八大姨的 这个配偶的 他们家的亲戚 其实也蛮重要的 在中国 活在中国的当下 我们都懂 人情世故都懂 但是从审计 专业阶段考试的角度 他处理专家 也在回避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在 国际职业道德框架 这个思路当中 来命题 来思考问题的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即使有配偶的父母亲 我们认为 他肯定不是主要近亲属 肯定不是主要近亲属 四个亲戚 不是主要近亲属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来 给自己一个理解 好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分 这个红色的和主要的 主要近亲属 这个一定是要区分的 和其他近亲属 因为我们在23章 会去全面展开 去评估 评估什么呢 好 我跳动一下 评估第二节 这个是不是产生了不利影响 是不是非常严重 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要区分 这个主要的和其他的 那么在评估的时候 有亲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经济利益 在我们23章第二节 23章第二节是非考不可的 我们经济利益呢 有直接有间接 直接和间接的类型 我们在第23章第二节会讲 但是问题是谁拥有呢 所以直接的经济利益和间接的经济利益呢 他要问谁拥有 是你的父母拥有呢 还是你的兄弟拥有呢 不一样 如果是父母子女和配偶拥有呢 就视同为他本能拥有 那拥有直接经济利益和间接重大的 我们就认为对独立性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看看啊 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直接的不管多少钱 间接重大的都属于非常严重 就是要评价谁拥有 拥有什么 拥有直接的 不论多少 谁啊 主要经济属 那就视为是二狗子 本能拥有 那不可以 如果是间接的 其他经济属拥有 间接不重大的 那不影响 比如说他的哥哥拥有 间接不重大的 不影响 不影响二狗子的职业判断 职业道德 所以主要净清楚 其他净清楚 要搞得非常清楚 他也不是很难 你首先要知道 在二十三章要运用 第二 你要说清楚 你不能说净清楚 你一定要区分是主要还是其他 同样的道理 在二十三章第三节 担保贷款 商业关系 家庭和私人关系 都要区分 主要经济属和其他经济属 对 因为什么呢 我们要评估 是什么东西产生 非常严重的影响 就是要看是谁拥有 知道吧 本来呢 我们审计啊 关系很简单 就是ABC事务所 审计假公司 ABC事务所呢 接了这个单 接了这个业务 委派二狗子 A注册快递师 去负责 假公司 2021年度的 超报告审计 但是A注册快递师 是一个人 我们都是人 那这种情况下呢 A注册快递师 就有主要经济属 或其他经济属 那么对职业道德 基本原则 产生不利影响的 亲疏关系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要区分 大家能理解吧 肯定是要区分的 对 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 要把这个 经亲属拿过来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要警方 无意泄灭 注意了 你向谁泄灭了 敬亲属 就是在保密原则当中 你要注意 因为这些人 就在你身边晃 对吧 给你同呼吸 共患了 人之常情 就是保密 保密 泄灭泄灭 在这个时候 要紧防向 关系密集的商业伙伴 以及经营有泄灭 第二呢 谈钱不算感情 在谈经济利益的问题当中 是谁拥有经济利益呢 对吧 谁拥有经济利益 那就是money的问题 你警方向身边的人泄密 因为那是love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注意 为什么要这个尽情属 好 那我们第一节提出了六个基本原则 那六个基本原则的每一个 因为某一件事情 可能对某一个原则有基本 基本原则有审害 那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呢 就是对职业道德 基本原则产生不利影响 的情形 我们去进行识别评价和应对 好 先来看这个图 是否 一种情形存在 是否 是否对职业道德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比如说 请注意啊 举例了 只有举例 因为你说是否 那不决定 怎么说呢 比如说ABC事务所 审理假公司 上市公司 2021年度的产物报表 委派A住者快递 是作为审理项目合伙人 那么A住者快递 是的哥哥 是假公司的保安 或者A住者快递 是的妻子 是这个假公司的保洁员 假定 你看 这就 有一种情形了 确实有一种情形 而住者快递 是相分合伙人 他的哥哥 是假公司的保安 有没有啊 有 产生不利影响吗 No 是否 否 是不是 我们不谈 你是假公司的 什么人的高低贵贱 而是我在谈 你在审计 他的报表 这个事情当中 A住者快递 是他的哥哥 是假公司的保安 对我 A住者快递 是审计假公司的 财务报表 没有 虽然有这种关系存在 不影响 对吧 如果他的哥哥是 这个假公司的财务人员 负责成本会计 这一块呢 那有影响 那是否影响呢 是 是否超出了可接受呢 这个业务能不能做呢 能 那么 能做 采取措施 就降低 是不是 如果他的哥哥 是这个单位的 出拉员呢 没有影响 对吧 举个例子啊 当然我刚才说了 哥哥是保安 那他哥哥是董事长呢 废话 董事长 那肯定有影响 这就要判断 是不是 非常严重呢 他哥哥是这个单位的 董事长 二狗子 你就不要去省了 换人 这个老王啊 换人脑里 我就要采取措施 去消除或降低 对吧 yes 他提出来是一种思路 这种思路 我们是 有这么一个图 在这个图的基础之上 各位同学 你还要把看头说话 看一下啊 就是说 诶 职业道德概念框架 它就是一个思路 识别评价和应对 识别什么呢 识别什么不利影响 刚才老师有举例 它的严重程度 能不能降低 能不能消除 对吧 我在这种框架下 这种框架下干嘛呢 诶 在下一节啊 在下一讲 老师就给你 把它运用出来 比如说我跳动一下啊 跳动一下 运用出来 运用什么呢 我对职业道德 基本原则 产生不利影响 有五种情形 我就识别到了 第一种 比如说 先举个例子啊 自身理应 第二种 自我评价 第三种 过度推介 第四种 密切关系 第五种 外在压力 这些内容呢 会让我们 失去职业道德的 基本原则 我就识别 我发现 非常严重 我要终止 或者是拒绝接受 这就是我 我们在 二十二章 第三节 会去展开 对的 好 那么这一讲 我们就 给大家讲到了 职业道德 基本原则的六个 有七个考点 第七个是 尽情数 会在二十三章 运用 第二节呢 就是刚才看到的 这个框架 它是一种思路 这个思路 其实就是风险导向 风险导向 我先承认 对职业道德 基本原则 产生不理 影响是一种 客观的现实 有影响 有存在不理影响 并非原罪 并没有什么原罪 那么我就评价 评价了一个应对 就是这么一个 风险导向的思路 对的 好 那么这一讲啊 有两节的内容 一开始老师 给大家讲的图 希望大家下载讲义 进入一个场景 去理解它 熟悉它 肯定这些语言 不是你很拿手的 对的 好 这一讲就到这 谢谢各位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